一秒一个技能点 我把火球变尽咒 第171-180章 作者 孤云半夜 第171章 你尽管挥刀 特效什么的 交给学姐 作者 孤云半夜 第二天 凌晨四点 灵异一脸心松 就被南宫陵狂暴的敲门声吵醒了 南宫陵本来住的地方离灵异就近 所以 直接当了一回人行自走闹钟 灵异打开门 就看到南宫陵身后 还跟着两个容貌和身材同样极其出色的妹子 两个妹子提着大包小包的化妆品和服装 南宫陵也没管灵异同不同意 直接大咧咧地走进她的房间 快快快 赶时间 给你画我啊 我自己还要画 小张 你给我搭把手 我要什么东西 就递过来就行 小雪 按照我昨天给你的造型 给她弄头发 昨天订好的那件武士袍 先给她套上 看看合不合身 对的就是XL码的那件 灵异都傻了 刚睡醒 CPU还处于缓慢运行的状态 完全跟不上南宫陵的快节奏 直到南宫陵让她把睡衣和睡裤脱了 灵异才一个机灵 醒了 这特么是清晨 又有三个顶级美女 在自己面前 这一拖 尴尬的就是她了 我 我自己来穿就行 灵异罕见的老脸一红 接过那小许递过来的宽松武士袍 陶冶式地冲回卧室 身后还传来南宫灵清脆的笑声 哟 小学弟你还会害羞的呀 真可爱 等会出来了 先让姐姐捏捏脸 嘻嘻 回到自己的卧室 灵异三下五除二地把衣服套了起来 就是 这类东宁传统服装 基本上都没有现代服装的纽扣设计 灵异虽然套上了 但是松松散散地 极其难看 好在骑马安抚下躁动的二弟 让她冷静下来了 走出卧室 南宫灵瞥了她一眼 走上前 束手拿起那武士袍上的衣袋 以极其娴熟的手法 帮灵异扎了起来 灵异虽然不是战士职业者 但她也绝不是传统法师那种 瘦竹竿一样的身材 她个子也很高 身形匀称 最后身穿着一件武士袍 腰间再挂上一把武士刀 站到镜子前 倒真有一番鹦鹉不凡的气质 当然 前提是 陷在她脖子上 还顶着那张帅脸 半个小时后 三脚眼 她鼻子 加上极其难看的发型 直接毁了一切 灵异都感叹 这应该是她这辈子 最丑的时候了 灵异的妆化完 轮到南宫灵 给自己化妆 而且是女妆 速度自然比给灵异化妆 要快得多 不多时 灵异就眼前一亮 如果说素颜的南宫灵 已经是天生丽质的话 那么现在 她已经可以说是 倾国倾城了 为什么 你就能这么漂亮 灵异有些怨念 南宫灵催了一口 八嘎 哪个小鬼子那妾 会选跟他们一样丑的 肯定选漂亮的呀 灵异 她说的好有道理 一时间竟无法反驳 好了 走走走 出发 收视人那边 已经准备好飞艇了 六点就要出发 两小时后 一艘空天飞艇 从大夏东海某个船港 徐徐升空 灵异站在船头 望向海平面尽头 出生的昭阳 心中也有些感慨 自己不知道有多久 没有看过海上日出了 灾变纪元 让蓝星面积扩大百倍 当然海洋面积 也是等比例扩大的 这个世界的海洋 那才是真的一望无际 大到让人绝望 跟灵异一同站在飞艇甲板上的 还有几十名衣服上 绣着小灵家家徽的东营人 这些人 都是跟随小灵异次郎 一同来大夏的家仆 或者说是小灵家的族内精英 平日里表面上的身份 自然是小灵异次郎的仆从 但暗地里 搜集大夏各种情报的活 就是交给他们做的 此前神霄收视人 虽然杀掉了小灵异次郎 和身边的亲卫 但是大量的家仆 却并没有动手击杀 一来是因为全杀了 南宫灵要布置的幻术 肯定会更加费神费力 二来是 就算是小灵异次郎本人 也没办法知道 这些家仆 到底搜集到了什么情报 全杀了 只会提前让小灵本家警觉起来 是赶时间吗 竟然用的是飞艇 为什么不是走海路 下面不是有很多船只在通航吗 混进其中 才更好掩人耳目吧 灵异在心中开口 有南宫灵在 这种能够直接心灵交流的手段 太方便了 有对内语音 跟没有对内语音 那配合默契程度 是截然不同的 下面那些船 都是在近海附近运行的 海岸线周边 基本上不会出现海怪袭击案件 但是只要过了一千米左右的深度 那海里面会出来什么东西 就谁都不能掌控了 灵异闻言 心中了然 他忘记这一查了 整个蓝星的陆地面积 跟海洋根本就没法比 海里的生物总量 肯定是要比陆地上更加恐怖的 自然灾变后 海里的怪物也只会更加凶残 怪不得现在蓝星上的国际旅途 宁愿选择飞 都尽量避免走海路 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极度无聊的了 初看一望无际的东海 灵异还觉得新奇而开阔 但是看久了 就会觉得一成不变了 加上飞艇航行的速度又很慢 直到接近傍晚时分 灵异才远远在极目远眺的海平线镜头 看到了几座小岛的轮廓 准备一下 马上要到了 甲板上 已经有很多小林家的家仆们 满脸兴奋的挥拳庆祝了 他们太久没有回家了 灵异也装出了一副 压抑着兴奋和激动的神情 没办法 要配合演出的他 再尽力表演 半个多小时后 飞艇降落在 丰绳岛南部的港口码头上 灵异身后跟着南宫灵 一行数十人鱼罐而下 然而 在码头迎接他们的 只有空气 灵异皱眉 一众小林家的家仆们 也纷纷惊奇 小林家竟然没有派任何一人来接他们 下了飞艇 一行人步行回家 小林家毕竟是整个封绳 导出了名的望族 直接在整个岛屿的南部 包下了一大片土地 作为家族领地 不多时 灵异推门而入 就看到小林家主家门前的大院里 竟然有两位青年人 正持刀笔斗 周围密密麻麻 坐着一排排小林家的长辈和精英 一次郎 主位上 一位旭有长须 神态不怒自危的中年人忽然低声开口道 父上 灵异攻身行礼 毕恭毕敬 这中年人 这中年人就是整个小林家的现任家主 小林郑玉 今日正是一年一度的足内阎武 你回来得正好 知那三年 布置你的松鹤流刀法 是否退步 就让你的兄弟 来测试一番 入场 拔刀 若是败了 你即刻返程 我便没有你这个刺子 灵异看到全场无数人的目光都放在自己身上 甚至就连场中原本正在拼刀的两人 都站在那里 一脸讥讽地看着自己 妖兽 我一个法师 让我跟别人比刀法 这时 灵异脑海里 想起南宫灵的话 上吧 不比不行了 你尽管挥刀 剩下的交给我 本章完 第172章 狂风霹雳闪 我而有大地之姿 作者 孤云半夜 整个任务 其实都很匆忙 灵异当然心里是一脸猛逼的 这什么情况 感觉我不是他轻生的事吧 魏毛这么针对我啊 南宫灵对小灵家的了解 比灵异要多一些 你可能想错了 在他心里 说不定还针对你有些愧疚的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一次酒醉之后 他跟家里的一个侍女 有了益次郎 这种事 毕竟不光彩 最后后续收了益次郎的母亲 也就是那个侍女 作为小妾 但后来益次郎的母亲 也被小灵郑玉的正妻 设计毒杀了 益次郎自然更是逐渐在家里被边缘化 最后可能还是小灵郑玉觉得继续留在家里 说不好 也要被正妻害死 索性就让益次郎出国执行任务了 灵异明白了 这么说起来 现在小灵郑玉打算赶自己回大厦 反而是在保护他的二儿子 这种旺族族内纷争确实狗血 但是也很符合灵异对东宁人的刻板印象 出身这种东西 的确在他们这类守旧派的眼里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灵异感觉自己要真是益次郎 估计也会极着想要证明自己 反而不会体会小灵郑玉的良苦用心 傅尚大人 不要太为难益次郎哥哥了 他肯定在支那那边沉迷美色 被掏空身子了 不然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漂亮的支那小倩 场中原本拼刀的两人 其中一个个子高一些的 看着益次郎出声讥讽到 但他的目光一直在南宫林身上游移 甚至已经撑起帐篷了 鬼知道他在心里 到底闪过了多少龌龊的想法 南宫林心中愤怒 但只能做出一副 楚楚可怜的样子 小学店 给我斩了这个银贼 别留手 气死我了 还在看 对内语音里 南宫林都快气疯了 傅尚大人 在他乡的这上千个日日夜夜 我都不敢怠慢 每日勤练 灵异上前几步 拔出腰间的佩刀 铿腔道 不知为何 在意识到 有人对南宫 灵起了这种心思之后 灵异心中也涌起一丝无名火 原本没有多少的战役 此刻也熊熊燃烧了起来 主位上的小林郑玉 当然也看到了自己的大儿子那副色相 心中不齿的同时 也只能点头道 既然如此 那就好 灵异郎 跟你的弟弟切磋一番 注意 点到为止 尽量避免伤到他 小林令异郎脸上 出现一丝争鸣 傅尚大人 我会的 但刀剑无眼 我们家传的松鹤留刀法 又是杀人计 难免有失手的时候 还是希望一次郎君的刀法 真的有他所说的那样精湛吧 言毕 令异郎的手 放在腰间的配刀刀柄上 蓄势待发 两人走到场中 战斗一触即发 看好了 一次郎 这场战斗 松鹤留的刀 出翘的那一刻 才是最强的 率先拔刀 你已经输了 在东营刀术中 拔刀斩 一直都是大量剑士 毕生追求的巅峰技术 灵异当然多少也耳闻过 但他毕竟不是真的用刀之人 专业的事情就交给专业的人办 这是灵异一直笃定的事情 所以 灵异 到你出马了 我只给你一刀 把这货秒了 嗯 别杀吧 把这货淹了就行 灵异忽然觉得 直接杀了这什么灵异郎 反而是便宜他了 反正整个小灵家 最后的结局 应该都是一家人整整齐齐在地府相见 自己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灵异闻言 面上一红 显然这种不是抹脖子杀人 而是瞄准敌方胯下的战斗 他有些羞耻 虽然战斗的主动权交给灵异 但是灵异也没有完全放开自己的身体掌控权 小灵家庭院里的竹子和松柏 树叶忽然纷纷互相拍打 发出一阵阵啪啪声 起风了 而就在这时 一道雪亮的刀光甭线 是小灵令一郎率先拔刀出手了 不得不说 他速度很快 并且实力也有四转 这一刀直奔灵异的脖杆而来 主位上的小灵郑玉面线金色 甚至来不及阻止 蹭 刀光划过灵异的脖杆 随后令一郎还刀入鞘 维持着踏前斩的动作 自以为很帅 然而下一刻 他才瞳孔一缩 因为那应该被他一刀削手的 异刺狼身影 竟然化为一道道残影 在越发恐怖的狂风中 消散一空 随后 哄 惊雷乍响 灵一郎已经看不清 那是刀光还是雷光了 他只感觉灵异的真身一瞬间 就闪现到他身后 然后 他胯下一梁 半秒之后 灵一郎倒在地上 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 此刻 他的裤子 已经被喷涌而出的鲜血 完全尽失 挣扎不多久 他就因为失血过多 彻底昏死了过去 这时 围观这一幕发生的所有人 才目瞪口呆地看向灵异 欧尼桑 别怪我 我已经手下留情了 这句话不是灵异说的 而是南宫灵这个戏精 看到灵异一刀把小灵灵一郎给断子绝孙之后 兴奋加上的 他原本还想着给这些加点特效 但是 等灵异真正出手之后 他才发现 加特效 都是多余的 灵异选择用出来的 正是两个法师系不正经的技能 迅风一闪加 霹雳一闪的融合版 风雷齐鸣 一刀斩出 震惊四座 主位上的小灵正欲 更是在短暂的震惊之后 心中涌现狂喜 他并没有为自己大儿子受伤而惋惜 事实上 他今天原先也是 想承接一番小灵灵一郎的 毕竟义次郎跟他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直接痛下杀手 太过分了 但现在 灵异给他的惊喜 让他把一切的心思 都抛到脑后了 松鹤留刀法 风雷之境 没想到 传说中小灵家先祖 才能够修炼出的刀士 竟然在自己这个 被他冷落十几年的刺子上出现了 我刺子有战神之之 这一刻 小灵正欲已经打算彻底接纳一刺狼 回归本家 至于潜伏大厦的任务 反正他儿子这么多 随便再挑一个过去就行了 好 好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今日起 你便回来吧 为父要好好培养你 灵异心中 尝出一口气 他来 混入小灵家这第一关 他已经过关了 后续 只需要今天晚上 趁夜深人静的时候 潜入被小灵家 看守住的副本入口 就大功告成了 这两章不太满意 怎么都没写出我想的味道来 唉 给各位读者大大说声抱歉 我已经在努力保持更新的同时 维持质量了 但是这两天真的太折磨了 我原来以为 手术和术后那一天 才是难关 现在看来 上厕所和换药 才是真正的噩梦 不多说了 都是嘞 我也不舔着脸 求大家的月票 推荐票了 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吧 另外 有小病别拖着 直接去看 别像我一样 最后痛不欲生 本章完 第173章 计划通 偷鸡成功 作者 孤云半夜 事业 明月高悬 庭院池塘边的天水 触碰池壁 发出搭搭的清脆空想 让整个夜晚 更显幽静 灵异如愿以偿的 被心中大喜的小林郑玉 分了一间最靠近小林家祖屋的日式厢房中 南宫林躺在踏踏米上 两只洁白的玉腿还在欢快地抖动 明显对他来说 席地而睡 在这种房间里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 两人都没有真的睡下 他们在等接应人的出现 果然就在月上中天 夜风已经带有一丝寒意的时候 门外忽然响起了轻微的敲门声 随后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一刺狼哨眼 夜已深了 喝下这碗氧气的药后 便睡下吧 南宫林给了灵异一个眼神 点了点头 随后闭上眼 洋装睡下 灵异起身 推开木门 就看到外面跪着一位老者 老者手里还端着一碗 冒着热气的汤药 他叫古贺公医 明面上是小灵家的管家奴仆之一 但是真实身份是咱们的人 叫他一声贺博就好 已经潜伏在小灵家长大二十年了 这次小灵异次郎要回乡的消息 也是贺博给我们透露的 不然 你就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灵异心中 响起南宫林的声音 他看了一眼毕恭毕敬 依旧没有半分露出马脚的贺博 心中暗叹 这才是真的无名英雄啊 眼前贺博的实力并不强 只有五转左右 职业也平平无奇 以这种不算高的实力 在敌国潜伏二十多年 不知道需要多么小心谨慎 灵异接过贺博递过来的汤药 这时 贺博才敢抬起头 笑着道 少爷 请趁热喝下吧 要是冷了 就浪费妖力了 老奴暂且告退了 贺博再次给灵异行了一礼 离开了 这是暗语 降渊赴本的入口 就在小林家祖屋的地下室里 但是祖屋外 常年都有来自东宁本岛 和小林家本家的高手把手 罗霄跟我说过 要是贺博端过来的是热汤 就说明计划失败 要找时间再行动 如果端过来的是药 就说明计划成功了 那些把守在祖屋旁的高手 都被他用特殊的药物 降低警觉性了 让你趁热喝 是指现在立刻就动身前往 药力的持续时间 差不多也就是这晚 要冷下来的时间 林毅文言 点了点头 放下汤药 轻轻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前往小林家祖屋的路上 到处都是回廊和交错的房间 整个小林家的人口 林毅初步估计 可能都有数百人 然而 这些房间基本都已熄灯 大部分人也都已经沉沉睡去 林毅没有遭受任何阻拦 足见赫博做事的利落和干脆 过了一个转角 眼前豁然开朗 一间具有浓烈东营风格 吊梁挂脚的祠堂建筑 出现在林毅眼前 与此同时 整个祠堂周围 还有着十多位气势不凡 腰间挂着五十刀的小林家护卫在把守着 林毅一正 他还以为 赫博是利用特殊药物 或是迷烟之类的东西 直接迷晕了这些人 但是现在看来 跟自己想的有出入 神奇的是 这些护卫一个个都处于清醒状态 但愣是像睁眼瞎一样 完全没看到自己 林毅的脑海中 响起南宫林的声音 别发呆了 快进去 赫博给他们用的药 只是让他们的精神力暂时降低 好让我能够通过幻术 来遮蔽你的存在 这些守卫都很强的 还经过专业的训练 药效一过 你就要暴露 灵异闻言 心中一灵 原来是这样 嗯 直接利用幻术 把自己的身形 从这些护卫眼里抹掉 的确比用迷烟 让他们倒在地上 要高明许多 护卫昏迷 但凡被其他人看到了 都会提起万分的警戒心 甚至拉响警报 也不是不可能的 灵异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 以极快的速度 穿过几名守卫 来到了祠堂门前 祠堂大门紧闭 但这拦不住灵异 霹雳一闪的动静太大 电光加上雷声 肯定会暴露 好在灵异之前得薅到了小胖子 冯三有的羊毛 取尽折月用处 一道空间异常区域 包裹住灵异全身 因为这一次 他选择的目标仅有自己 涉及的范围和转移的人数都极少 所以 仅仅是极短的时间之后 灵异就已经穿过大门 被传送到了门后 入墓地 是摆放着无数灵卫和神像的大堂 但灵异没有心思去看 很快他就发现 果然在神像墙边 有一条直通地下的阶梯 一路下到阶梯底部 灵异眼前也出现了一扇巨大的石门 石门上刻印着繁复的明文符号 降渊独有的气息 从石门的缝隙中不断喷出 灵异拿出随身空间中的白夜惊魂降渊邀请函 手掌触碰石门 然而 下一刻 灵异就猛然听到黑暗中 传来无数机关转动的声音 灵异心中一惊 糟了 被发现了 不过下一刻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整个地下空间 依旧冰冷死寂 只有那一扇石门 在接触到灵异手中的邀请函 散发出来的气息后 石门上繁复的符号 一个接一个地亮了起来 石门上方显示副本难度的恶魔头颅印记 也亮起了两个 随后 石门缓缓打开 浓烈的降渊气息 从门后吹出让灵异都感觉浑身一凉 下一刻 灵异就感觉有一股吸扯力 从石门背后喷出 灵异甚至都没有主动迈步 就被拉进了副本之中 与此同时 整个小灵家 各个房间的灯光全都亮了起来 汪汪汪 小灵家豢养的猎犬也全都被人牵了出来 开始地毯式地搜索 小灵正欲在灵异进入副本前 也就是触发机关的那一刻 他就收到消息了 此刻赶到租屋祠堂门口 看到一众家丁和守卫跪在地上请罪 他双拳紧握 身体不住地颤抖 家主大人 祠堂地下室中的副本石门 是开启状态 刚刚的却有人进去了 我们搜遍了整个祠堂周围的所有房间 也没有看到义次郎少主和他的那位小妾 一位下属小心翼翼地回报道 巴嘎 小灵正欲怒吼一声 双目通红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刚刚被他寄予厚望的刺子 竟然是大厦人假扮的 早在数天前 他就收到了东宁本州高层的传讯 说大厦有一位少年天才 可能需要刷取这个副本来继续降渊之路 让他们提高警惕 为此 小灵正欲也很重视 甚至在副本入口布设了机关 然而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日房夜房 家贼男房 家里不仅混入了内鬼 那狡猾的大厦人 更是假扮成自己的次子模样 成功进了副本 本章完 第174章 又是存活类副本 那思路清晰了 作者 孤云半夜 再次睁眼时 灵异发现 自己正坐在一架缓慢行驶的公交车上 车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 只有少许微光 从车窗外照射进来 让灵异能够暂时看清楚情况 灵异先注意到自己身上 不知何时穿上了一件旧衣服 此刻自己的打扮 仿佛一位生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普通工人 整个公交车内 除了自己以外 还坐着十几个人 这些人全都沉默不语 看衣着打扮 跟自己也都差不多 灵异望向公交车的窗外 车外有着一层厚重的白雾 即使公交车是在向前奔行的 这些白雾似乎也完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始终漂浮在半空中 天空中的月光 透过白雾 散射开来 看起来就像窗外的时间 并非是夜晚 而是白天一般 怪不得这个副本 名为白夜惊魂 雾中隐隐绰绰的 还有着无数道奇怪的黑影 起初灵异以为是数 但是 当她看到一个距离公交车烧尽的黑影之后 立刻意识到 那是某种 她从未见过的怪物 与此同时 一道提示在灵异的脑海中响起 欢迎来到降渊LV五层级副本 白夜惊魂 当前副本难度 绝灭三 阶段性任务发布 就在灵异等待所谓的阶段性任务 到底是什么时 她眼前的车窗上 忽然渗出了两个血红色的大字 回家 副本通关要求 存活十天 副本内的阶段性任务 一般都是 会增加通关评级的选项 可做可不做 但是不做的话 很可能会错过副本本身的引导 导致副本难度陡然增高 没有人能够遇见结果 但通关要求 则是硬性条件 必须要达成 又是一个存活类副本 不过副本难度 竟然从绝灭二 提升到绝灭三了 已经持平重群之心了 但是 明显这个副本的大小和世界观 都没有重群之心 伊斯德纳那种规格 至于难度为什么会提升 灵异知道 是自己的称号 深渊征服者的效果 灵异对此前进入石门前 那一道道机关触发的咔嚓声 有些在意 最坏的情况 应该就是 小灵家已经知道 自己是假冒的一次狼 同时 南宫灵乃至赫薄 应该都已经暴露了 灵异很确定 没有等自己从副本里出来 南宫灵应该是不会抛下自己 一个人离开的 尽快通关这个副本吧 就在灵异思索间 忽然他耳边也听到了一阵 圣人的呼唤声 大 哥 哥 灵异寻声望去 就看到一个个子 仅有一米不到的小男孩 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自己身边 小男孩面色苍白如纸 看不到一丝血色 而他的脖梗处 还有着一道道 如同蜈蚣一般的争鸣伤疤 伤疤还不时渗出 漆黑的血液 小男孩的头 以极其诡异的频率 在左右晃动 似乎脖子里的骨头 都已经不存在了一样 甚至叫完灵异大哥哥之后 他的脖子 还直接往右弯折了将近九十度 这绝对不是活人能摆出的角度 小男孩脸上的表情 越发诡异 似乎展现出 自己不是人的一面后 他渴望收割灵异对他的恐惧 他好继续下一步 大 哥 小男孩又叫了一声 小男孩的声音越发嘶哑 诡异和惊悚的气氛 也彻底包裹住灵异 灵异低下头 果然看到了一个圆球样的东西 只不过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皮球 而是一个被人皮强行包住的孩童头颅 人皮下的轮廓 依稀可见鼻子和耳朵 用人皮和头颅做的这个皮球 此刻 还正不断渗出血来 似乎察觉到灵异的视线望了过来 那皮球 更是开始轻微颤动 人皮下方那颗头颅的嘴巴张开 从中伸出一条新红的舌头 穿破人皮 蹭到了灵异的脚踝 湿滑的触感 以及扑面而来的血腥气味 让灵异在心中暗暗点头 不得不说 这副本的鬼怪 真有些东西 这些吓人的玩意 他以前看恐怖片 都没见过 但所谓 一高人胆大 当你火力足够的时候 一切恐惧都没有了意义 灵异微笑看着小男孩 抱着那人头皮球 站起身来 这是你的皮球吗 小男孩表情一致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如此淡定的人类 不是 你怎么不按剧本来啊 正常情况下 这人类不应该是大喊大叫 吓到六神无主了吗 然而 下一刻 灵异的举动 让小男孩彻底猛逼了 只见灵异将人头皮球 丢到地上 随后一脚踩了上去 砰 人头皮球彻底炸开 血浆和脑浆 飞溅得到处都是 还他妈踢球 短暂地猛逼之后 小男孩彻底撕下了伪装 极其怨毒地看着灵异 与此同时 灵异的挑衅行为 似乎也彻底引起了车厢内 其他鬼怪的注意 那一个个原本坐在座位上的人 上半身没动 但脖子纷纷扭转一百八十度 死死盯着灵异 他们的眼睛 没有瞳孔 没有眼白 只有一片漆黑 映着车窗外雾蒙蒙的月光 看起来无比圣人 灵异的右手上 忽然多出一件手套 啪 一个清脆的响指 被灵异打出 碰 碰 碰 车厢内的十几个人不仁 鬼不鬼的玩意 头颅纷纷爆炸开来 红的白的 糊满整个车厢的所有车窗 此刻祭灭之手 也已经成功附魔了 灵异没有拒绝南弓灵的好意 还是给自己的武器 附魔了除灵效果 现在 他的所有技能和伤害 能够对灵体和鬼怪类生物 造成50%的伤害 即使伤害有削减 在三个静皱 以及灵异现在彻底膨胀的属性面前 那伤害百分百都是溢出的 一个弹指 十几个鬼怪 直接被爆头送走 这一幕 直接让整个车厢都晃动了一下 灵异目光看向 一直坐在驾驶位上的司机 现在 猎人和猎物的角色 彻底互换 这位鬼司机 明显也怕了 灵异走到他身后 拍了拍他的肩膀 直接给他拍的一击灵 我们这事 要开去哪 日常吐槽 啥时候是个头 起码让我舒服点也行啊 最近 都不敢多吃东西 吃得多 受罪也更多 最后 求一波推荐票 月票 救救孩子吧 本章完 第175章 鬼物终点站 风猛鬼巢 作者 孤云半夜 下 下一站是灵山公园 鬼司机声音颤抖 明显对灵异怕得不行 灵异若有所思 既然阶段性任务 是要自己回家 那么肯定会有一些提示 自己家住哪里的吧 灵异摸了摸自己的工装上衣口袋 摸出一个打火机 和半包抽盛的劣质香烟 随后 灵异又拍了拍自己的裤子口袋 空空如也 并没有什么东西 灵异再次看向那鬼司机 开口问道 我家在哪 鬼司机那张阴森的苍白脸上 出现一抹亚色 不是 你问我 灵异伸出拇指点在自己的中指上 做出一个要打响指的动作 下一刻 这鬼司机就吓尿了 连忙道 你 你上车的时候 说了你 你要在封门小区站下车 灵异皱眉 果然 这个副本 是一个绝色扮演类的副本 本身进入这个副本的时候 就已经拥有一个身份了 而他上车时发生的事 明显在他进入副本之前了 如果不是逼问这个鬼司机 甚至连回家这个任务都无法完成 封门小区站 多久到 那要在五六个站之后了 那是 终点站 灵异闻言 思索片刻 开口道 那不要停 开快点 送我去终点站 鬼司机一愣 他开口道 啊 但是 眼看着那司机开始减慢速度 前方的白雾中 出现了一片鬼影森森的丛林公园大门 公园内的山头上 灵异还看到了一座座墓碑 还真是名副其实的灵山 同时 他也看到了好几个人不人 鬼不鬼的东西 正在灵山公园公交站牌下等车 这司机之所以犹豫 自然是打算停下来 接他们上车 你是耳聋吗 我让你直接开去终点站 寂灭之手 抵到鬼司机的脑门上 回想起之前那些鬼乘客的遭遇 这司机眼神瞬间就清澈了 一脚由门踩下去 公交车的门都没开 也没在灵山公园的公交站牌停留 直接开始在一片白雾中 飙速前行 再快点 你没吃饭 鬼司机都快哭出来了 大哥 你就是我们的饭啊 你说我吃没吃饭 但他能怎么办 碰到这么个活颜望 他只能猛踩油门 还好这条白雁行道 一路笔直 没有什么弯弯绕绕 他只管踩油门 方向盘都可以不管 十多分钟后 公交车门打开 终点站到了 车门外 都确立着一个写着 封门小区的站牌 站牌后面 灵溢在一片白色的浓雾中 看到了一幢老式的居民楼 灵溢瞟了眼那浑身 都颤抖不已的司机 明显这祸也很害怕这里 并且 灵溢之前就感觉到了 这祸不老实 一定还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被这鬼司机隐瞒了 搜魂 灵溢一声令下 灵溢的身影 如鬼魅般浮现 魂之网歌 见光一闪 鬼司机的头颅 立刻高高飞起 灵溢一把抓住他的头颅 谋中紫光大胜 不多时 灵溢就摇了摇头 没太多有价值的信息 只是一个小鬼 但他之前 的确说谎了 他根本没有听到 你上车时 说过任何话 之所以 把你送到这里 是因为 这是他记忆中 整个鬼物岭 最凶险的地方 封门鬼巢 大多数情况下 都不会有乘客 会坐到这一站 灵溢文言 陷入思考 从灵山公园 到丰门小区 一共有六个站 这是不是意味着 家也是 可以选的 提前下车 所遭遇的诡异强度 就没有这么厉害 所以 白夜惊魂这个副本 虽然难 但其实也是给 进入副本的挑战者 留有选择的余地的 灵溢摇了摇头 终点站就终点站吧 正和他意 既然这又是一个 限制生存天数的副本 那么通关思路 其实可以参考 世光之城斐烈卡因 只要我把你们都杀了 我就不用考虑 生存的问题了 灵溢走下公交车 刚走几步 忽然就听到 身后那公交车 竟然再次开动了起来 哄 那鬼司机一脚油门 直接玩了个灵车 飘移大转弯 然后冲向灵溢身后的白雾中 灵溢一正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刀斩首 甚至都搜魂了 那鬼司机竟然还活着 灵溢眸光一宁 看在那公交车上 之前在公交车内部 他没注意到 这公交车本身 似乎也是一种诡异 并且跟那司机 已经连成一体了 怪不得 他还能趁自己不注意 想要逃走 啪 灵溢一个响指打出 公交车瞬间侧翻 发出巨大的冲撞声 只不过让灵溢没想到的是 原来他们一路上 都是在一处万丈悬崖边开着 侧翻的公交车 竟然滚落无底悬崖 并且 坠崖之后 那公交车 竟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这无边无际的悬崖深渊 就是这些白雾喷涌而出的源头 而只要进入雾中 似乎一切声音 都再也传不出来了 灵溢收回望向深渊的目光 这个副本 可能远比他想的还要大 灵溢走进封门小区 进入小区范围内之后 白雾好像没有那么浓了 但空气中 却弥漫着纸钱和香烛的刺鼻气味 风里偶尔还能飘来几声哭声 灵溢望向那一栋老旧居民楼 大楼墙体斑驳 鬼气森森 楼底位置 灵溢还看到 那里插着一排排红烛 火焰明灭不定 明明有火在燃烧 但灵溢却没有感受到半分的暖意 楼下的小广场上 到处都有一团团燃烧着纸钱的火堆 却看不到半个人影 确实够阴间 正常人 谁特么会住在这个鬼地方 嘎吱 灵溢推开一道铁门 正是进到了封门小区中 灵溢眼角一瞥 看到铁门旁的门卫室里 竟然亮着灯 靠近之后 灵溢敲了敲门卫室的窗口 却发现里面没有任何回应 眼睛贴在窗户上 灵溢就看到 里面坐着一个古兽如柴的大爷 大爷拿着一把剪刀 正在不断修剪着自己的指甲 剪完拇指的 到食指 然而 等他剪完小拇指的指甲之后 拇指的指甲 又已经长到接近一厘米长了 他又开始剪拇指的指甲 循环往复 他的嘴里 也在念念有词 灵溢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也不知道他是人还是鬼 敲窗的目的 只不过是想问问看 这大爷是不是认识自己 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 不过 当灵溢看到门卫视墙上挂着的东西之后 立刻就眼前一亮 找到了 本章完 第176章 好鬼送客 恶鬼开门 作者 孤云半夜 墙上挂着一幅老黄历 黄历显示的日期是1994年7月14 怪不得现在整个楼道口 到处都是红烛和纸钱 除了老黄历以外 灵溢还看到了一面照片墙 墙上贴着小区护主的所有肖像照片 灵溢在第六排 也就是六楼的位置 看到了自己 那是一张没有生机的中年射出的脸 之前灵溢在公交车 那司机的后视镜里 就曾经看到过这张脸 那就是 他在这个副本中所扮演的人 自己的家 在六楼 那么 如果自己选择在灵山公园下车 是不是也会有个坟头上 挂着自己的照片 灵溢摇了摇头 甩掉脑海中的胡思乱想 他是来快速通关的 别想什么如果了 走到居民楼楼底 灵溢向上看去 这栋楼 顶楼也就是六层 看来自己的家 就在最高楼 走进单元门 灵溢顺着台阶 一路向上 来到二楼 灵溢看到了一扇红漆木门 木门前 摆着两个花圈 花圈的中间 是一副遗像 一位笑容和蔼的老太太 就在遗像中看着自己 红烛明亮 香坛里还插着三根香 似乎刚刚点燃不久 灵溢对此 已经见怪不怪了 楼下那些纸钱 也跟涌动机一样 根本烧不完 灵溢继续上楼 来到三楼 灵溢一愣 入木依旧是熟悉的红漆木门 木门旁摆着两道花圈 不是 难道七月十四这天 整个居民楼 家家都死人了吗 灵溢走近几步 看向那花圈中间 花圈的中间 是一张慈祥老太太的遗像 跟她在二楼看到的 一模一样 只不过 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遗像中这老太太的笑容消失了 原本慈眉善目的双眼 此刻也直勾勾地盯着灵溢 灵溢感觉有一股寒气 如同毒蛇一般 悄悄缠上了她的脖梗 是 巧合吗 还是说 其实二楼三楼都是一家人 同样摆着过世老人的遗像罢了 灵溢有些不幸险 继续上楼 来到四楼 还没完全走上四楼的台阶 灵溢就已经知道不对劲了 红漆木门 花圈 遗像 跟三楼和二楼 没有任何区别 并且 当灵溢走进那一项前面 仔细端向时 就发现 那一项上慈眉善目的老太太 此刻面容都已经变得争鸣起来 对灵溢怒目而逝 说实话 就算以灵溢前世 看过无数恐怖片 玩过无数恐怖游戏的经验 当她切实身临其境地 遭遇这种恐怖而诡异的情况后 她还是感觉有些害怕的 灵溢若有所思 她心中有了些许猜测 这一次 她没有继续上楼了 而是折返 开始下楼 来到三楼 依旧是红漆木门 花圈和遗像 但灵溢看都没看 而是继续向下 直到她走了足足有五六层楼梯 灵溢才发现 无论她怎么走 所经历的楼层 都是一模一样的 自己 应该经历民间传说中的鬼打墙了 碰到鬼打墙怎么办 灵溢前世 好像还真的上网 搜过这个问题 当然 得到的答案 要么就是模棱两可 要么就是在攻击这个问题 本身就不可能成立 可行的方案并不多 灵溢唯一觉得靠谱的 比如等到天亮 或是黑狗血 童子尿什么的 现在也完全用不上 那么 剩下的方法只有一个了 灵溢闭上眼 引力力场被她迅速扩张开来 随后 她右手猛然一握 跟随灵溢这一握一同发生的 还有整个楼道所有的土石 在瞬间就被解构 水泥 钢筋 砖石 全都被硬生生 碾成细碎的粉末 重力细六阶 重力碾压 重力碾压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六阶 细别 重力细 效果 放出引力领域后 将引力场内的所有重力方向 汇聚到极小一部分区域中 对该区域中的所有目标 进行重力碾压 造成大量物理伤害 该伤害由区域内所有的目标均摊 该技能的效果和威力 取决于引力领域强度 及可控重力倍数 重力碾压 对任意一个你选定的 已经被你打上引力共鸣状态的目标 造成的伤害 不会被重力碾压区域内的其他目标分摊 该目标将独立出来 承受全额伤害 当前最大重力倍数 999倍 当前重力碾压区域 10米 倍注 苍山崩坠 大地沦陷 重力系的所有技能 其实等阶概念 都是被模糊的 真正的核心 永远是引力领域的大小和强度 以及掌控的重力倍数 而这个技能最好用的一点是 能够将整个引力领域内的所有引力方向 归集到一小片区域内 这个区域内承受的压力 就极其恐怖了 此刻 灵异就是用出了十倍重力 将碾压方向改为整个楼道的四面墙壁 才导致此刻整个居民楼的外墙 都被碾成飞灰的情况 鬼打墙 我直接把你墙都给扬了 四面墙都被灵异拆了之后 灵异惊恶地发现 整栋居民楼 似乎都没有受到影响 没有坍塌 也没有清闲 一点都不科学 但是在这个地方说科学 灵异觉得 才是最好笑的事 继续上楼 灵异发现 二楼没有太大变化 依旧是红漆木门 花圈 以及一张一项 灵异皱眉 这楼里的鬼怪 这要牛逼 墙都拆完了 还能继续迷惑自己 然而 当灵异打算继续走上三楼时 却听到身后传来了一声叹息 回身望去 就看到那一张遗像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变成背对她了 灵异恍惚间 仿佛看到一位慈祥的老奶奶 在对灵行前的自己 做最后的劝告 但劝告无果 最后只换来她一声叹息 此刻 灵异扶置心灵 她刚才遭遇鬼打墙 应该是这老太太 不想让她继续上楼了 这里是封门鬼巢 而楼上 说不定就是鬼巢入口 这老奶奶是想帮她 灵异忽然想起了一句话 遭遇鬼打墙 未必是坏事 那可能真有一只好鬼 在保护你 前方有危险 像让你知难而退了 好鬼送客 恶鬼才会开门 灵异叹了口气 心中对这老太太到了声谢 走到真正的三楼 灵异发现 情况确实不一样了 鬼打墙消失了 楼道里的灯 闪烁了几秒之后 彻底熄灭 继续向上 走到四楼 灵异的脚下 坚硬的地面变得柔软 仿佛变成了蠕动的血池 血池中 还有无数诡异的丝线在游走 灵异压下心中的恐惧 继续往楼上走 抵达五楼 血池已经没过小腿 快到膝盖了 与此同时 天花板上 一根根黑色的头发垂下 蹭着灵异的后脖梗 空气中传来 腐臭血腥的气味 整个空间 已经不像是楼道之中了 而是进入了魔鬼的腹中 继续向上 直到灵异 踏上六楼的最后一级台阶 一扇被无数血浆 碎肉 以及黑色的毛发 编织而成的大门 轰然动开 灵异知道 自己的家到了 封门鬼巢 此刻敞开大门 今天解锁了一种新型的自动唤醒方法 叫做菊花一锦 原来人受惊的时候 真的会不自觉缩紧菊花扩约机的 我呢 是在半夜做梦的时候 触发的 结果嘛 自然是瞬间就痛醒了 哎 真是太奇葩了 最后 求一波月票 推荐票呀 本章完 第177章 无边幻境 射魂鬼王 明河降临 作者 孤云半夜 灵异走到六楼 自己的家门前 没有太多犹豫 直接推门而入 门没有锁 或者说 就是有锁 此刻灵异也直接无视了 就像是真的有鬼在里面给他开门一样 房间里狭小 昏暗 收音机里放着屏隙 不时还传来信号干扰的沙沙声 墙上的老式挂钟 哒哒哒地响 整个房间 弥漫着一股似有若无的霉味 这是一个上世纪九十年代 无比经典的南方出租房 动 动 动 挂钟忽然敲响 灵异看了下时间 现在是傍晚六点整 随着挂钟敲响 灵异也看到客厅中央的木桌上 出现了一叠叠菜肴 与此同时 脑海中也传来提示声 你已进入封门鬼巢 当前为该副本最高难度 请小心应对 请注意 该副本内存在特殊灵体生物 会不断影响你的精神和思维 请密切关注你的散值 散值归零后 你将陷入永远的疯狂 迷失在该副本中成为鬼物的一部分 果然 在哪一站下车 确实是有讲究的 在其他站下车 应该也是能够完成回家任务的 只不过 难度绝对不会有现在这么高 思索间 灵异再次看到 眼前挂中的玻璃上 浮现两个写字 吃饭 回家吃饭吗 这副本任务 还真的看起来就简单呢 走到桌边 灵异先是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面板 果然看到了一个进入这类副本 才独有的隐藏属性 散值 衡量你目前精神稳定情况 以及正常思考能力的指标 受精神属性 职业特性 灵魂强度等多重影响 当前散值 456321 483647 不出所料 自己的散值也有点恐怖 不过 这个进入这个副本 现在也才过去了半个多小时而已 如果刨去在鬼公交上的时间 他进入封门鬼巢 其实也才不到十分钟 就已经无形间被消耗掉 接近三万的散值了 不能大意 灵异坐到桌旁 看向桌上的菜 一个溜杆间 一个夫妻废片 还有炒腰花 炒大肠 嗯 灵异还看到了烤脑花 虽然灵异不挑食 但是在这个鬼地方吃饭 还是这些东西 让他总觉得心里发毛 用筷子夹起一块腰花 放入口中 下一刻 无比浓烈的血腥味 弥漫整个口腔 与此同时 灵异也觉得自己腰子一痛 望过去 就看到自己左下腹不知何时 竟然出现一个血洞 此刻正在鼓鼓流血 灵异心中一惊 这满桌的菜肴 此刻都变得鲜血淋漓 这些竟然全是用他自己的心肝皮肺肾做成 吃饭 桌上的血字 又扩大了几分 似有魔力一般 诱惑灵异继续狼吞虎咽 吃掉他自己的内脏 望 一道清凉涌上天庭 下一刻 灵异眼前一花 眼前桌上的血字 满桌恐怖的菜肴 全都消失了 他维持着 刚刚推门而入的样子 动 动 挂钟敲响 时针和分针指向六点 一切都是幻觉 但是这个幻觉 硬是让灵异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什么时候陷入的幻觉 如果不是不朽果实的效果 灵异都不知道 自己会在那幻觉里 最后遭遇什么 趁着此刻还是清醒状态 打开面板 灵异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散值 发生了变化 当前散值 4565321 4836479 如果这一刻自己看到的 散值是真实的话 那么在刚才幻觉里 有东西也篡改了他的数据 自己的散值 远比在幻觉里看到的多 足有十倍有余 但此刻 竟然也只剩下450万了 人类的精神 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 大明认为 你的极限是某个数的时候 往往到了那个数的时候 你就真的放弃自己了 幻觉里 他的散值 直接被砍了一位数 好狡猾的鬼 如果不是有不朽果实 以及灵游给的巨额灵魂强度 说不定他真的中招了 散值暴跌数百万 随着钟声响起 灵异这一次 没有看到桌上的血字 也没有看到 那一盘盘用自己的内脏 烹饪而出的菜油 因为 他不确定 自己是否再次陷入幻觉了 他在等 灵异彻底失去 做这个副本任务的耐心了 十秒的时间 眨眼急过 又是一阵清明浮上脑海 灵异眼前的景象 再次发生了变化 果然这些恶鬼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迫使他陷入幻觉的机会 不过这一次 灵异在 不朽果实 得净化效果生效的下一个刹那 口中吐出了两个 晦涩难明的阴结 那是 真言 现在 灵异使用八阶法术 已经是无限制顺发了 甚至比顺发还离谱 几乎是他一个念头 法术就已经成行了 而需要灵异动用真言的 只有静咒 随着两个真言的落下 灵异身边 瞬间出现了一圈圈空间波纹 下一刻 波纹翻滚成巨浪 让整个家里的空间 宛如镜面一般 破碎开来 一道通向幽明的裂口 被灵异撕扯开来 蹦 蹦 蹦 如同三块镜子破碎 灵异也顷刻间突破了三重幻象 随着幻象破碎 灵异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在快速变化 墙皮上出现斑驳的裂痕 血色的苔藓 如同鬼爪般的藤腕疯狂生长 爬满整个墙壁以及楼道口 仿佛来自九幽地狱的哀嚎声 不断回荡在灵异耳边 静咒 明河葬礼 甚至明河都尚未成形 只是开启了一道 碰往幽明世界的裂口 都直接让笼罩在灵异身边的幻境 纷纷破碎 并且灵异发现 幻境竟然不止三层 随着那道幽明裂口的越发扩大 开始有散发着恐怖寒气的明河河水 奔涌而出 灵异发现周围的一切 变得更加阴森可怖 它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到最后 所有幻境彻底破碎 整个世界已经分不清上下左右 空气中弥漫着红色的烟尘 以及大量铁锈的味道 除此以外 灵异还看到了数不胜数的幽灵恶鬼 围绕在整个世界的边缘 尖叫哀嚎 而无数鬼灵的包围中 灵异也看到了十多个体型 比起其他厉鬼和幽魂 都要大上数百倍的灵体怪物 其中一个怪物 呈现以极其恐怖的速度 在逃离灵异 自己那条从裂口中喷出的鸣盒 灵异眸光一鸣 射魂鬼王 之前的那些幻景 应该就是这货的手笔 鸣盒葬礼即将成行 灵异心中浮现鸣雾 到头来 还是这种绝对力量的碾压 加上绝对属性的克制 能够针对这些鬼物 本章完 第178章 鸣盒之下 众魂平等 皆是秒杀 作者 孤云半夜 不过 这其实也不能怪灵异 一方面 它之前是想着做任务 自然思考的就多一些 另一方面 灵异也是第一次 碰到这些鬼魂类怪物 不太熟悉它们的机制 现在看来 同样是准黄街的怪物 灵类生物 的确要比那些正常的怪物 棘手得多 当然 在此刻的灵异面前 也已经不再棘手了 灵异眸中 寒光闪现 看向鬼巢中 其他那些巨大的黑影 准黄街 最低都有顶格王剑 也不知道 这个鬼巢 到底存在了多少年 竟然聚集了 如此多的冤魂恶灵 这些恶灵之中 强大的存在 能够夺取更多的英气 吞噬其他恶灵 自然就诞生了 如此多的鬼王 看到灵异不带有 任何感情的目光瞥来 瞬间鬼巢中的 无数黑影 都浑身站立 惊惧不已 但是厉鬼终究是厉鬼 跟生物还是有区别 即使它们知道 灵异不好惹 但心中的暴力 还是驱使它们蜂拥而来 而不是逃跑 可惜 灵异没兴趣 跟这些杂鱼过招 这些鬼王以为 灵异是在看它们 实际上 灵异看的是目光尽头 极远处的一个位置 差不多了 那里就是目前 自己能掌控的极限了 灵异单手一指 下一刻 之前被它注视的位置 如同镜面一般 破碎开来 又一道幽冥裂口 被灵异打开 恐怖的寒气喷波而出 顷刻间 那个位置上的无数恶鬼冤魂 就尽数消散 如果说雷神之怒 需要顶住神威 大荒星雨 需要小行星 配合的话 那么 明河葬礼 这个死灵系静咒的难点 在于对九幽寒气 以及明河河水的掌控 并且 明河想要彻底成形 不仅需要开口 也更需要出口 只有一个开口的明河葬礼 顶多算是召唤明河 强控敌方目标而已 等明河消散 一切都没有意义 而多了一个 回到幽冥领域的出口 明河河水 就将奔流不息 冲刷一切 带走一切 灵异闭上眼 下一刻 她的身后 灵幽的身影 也缓缓浮现 灵幽伸出右手 盖在灵异的手臂上 眼中紫色的幽光大声 下一刻 灵异也猛然睁开眼 右手一张 远处的明河出口 以及近处的明河入口 忽然被拓宽数十倍 轰隆隆 狂暴湍急的水声 震耳欲聋 从入口中倾泻而出 随后流向极远处的出口 煞时间 一条足有数公里宽 数百公里长的壮观明河 横空出世 明河河水流淌 所过之处 所有恶灵冤魂 根本没有任何挣扎的机会 直接被卷入其中 然后眨眼间 融化于惨绿色的河水中 其中 也包括那些准黄阶的鬼王们 没错 就算是随便拎出来一个 都能当普通降渊副本 最终BOSS的鬼王 在明河面前 也跟那些普通恶灵没有区别 只要被河水碰到 它们巨大的身躯 就会冒出大量白气 然后等待它们的 就是哀嚎着被河水淹没 最后彻底消失 明河平等地 吞噬每个灵魂 无论你是什么位格 这 就是纯粹克制技能的恐怖 而接下来 最夸张的是 灵异看到 随着明河吞噬大量灵体生物 合体的宽度和奔流速度 竟然再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 数个呼吸后 在灵异以及灵幽木凳口袋的凝视下 整条明河比起刚才成型时 又再次扩大了一倍有余 死 这机制完全没写在技能的说明里啊 吞噬灵体生物 反而还会壮大自身 灵异明显感觉到 不只是壮大自身 整条明河的持续时间 也更长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强者处处是惊喜 不过很快灵异就发现 惊喜不止一个 原本这条明河 是在它的掌控之下的 它想让它留到哪 只需要挪动开口和出口就行 但是随着河水上涨 一泻千里 变成明河洪灾之后 整条明河 就已经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 不受控制了 冰冷的河水 甚至漫上了灵异自己的脚踝 好在灵异也只是觉得 明河河水冷的刺骨 除此以外 并没有什么别的负面作用了 就算脱离掌控 它也不可能会伤害到 施法者本人 你竟敢毁了我的浑穴 一道阴森至极的女人声音 陡然在灵异耳边响起 灵异抬眼望向着 无边鬼巢的最深处 在那里 她看到了一个披头散发 通体呈现灰白色的女人头颅 头颅连接着整个鬼巢的 外围结界 无数鬼爪藤 和血红色苔藓之前 将其护卫在下方 让灵异一时间没发现它 浑穴 有意思 意思是 这些恶灵也好 鬼王也好 都是这个女人的阳谷手段 最后也会被她吞噬 壮大自身 灵异从灵异那里 收到了一段简短的讯息 解释所谓魂学的由来 灵异虽然忘掉了自己的来历 但是这种刻印在她脑海里的知识 却如同传承一般 保存了下来 灵异眸光放在那灰白色的鬼影上 瞬间精神一震 不仅人不可貌相 鬼也不行 只是一颗女鬼头颅 魏格竟然是黄剑 黄剑和准黄剑的差距 不可同日而语 这女鬼 已经跟伊克斯 是同一个等级的怪物了 从绝灭难度三的副本难度来看 这应该就是这个副本的最终boss了 终于来了 灵异等了很久了 灵异依旧在不断扩张 就算失去了对其的掌控 吞没掉整个封门鬼巢魂学 也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那鬼皇却并没有其他鬼王那么蠢 在看到明和如此恐怖后 还冲上来送死 他无比愿毒地看了灵异一眼 随后 灵异就发现 整个鬼巢竟然都开始移动起来 似乎在以极快的速度远离自己 准确地说 是在躲避明和 在恐怖的技能 也有持续时间结束的时候 他等的就是那一刻 暂避锋芒 然后再把那个毁了他百年积累的人类 碎尸万段 奴役灵魂 永世折磨 灵异谋光一沉 没想到整个鬼巢 都是这个鬼皇的一部分 他竟然是 带着整个鬼巢 寄居在封门小区的 灵异当然不可能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他跑了 只是心念一动 瞬间整个鬼巢内部 都弥漫其恐怖的寒气 那不是明和带来的寒气 而是切实的恐怖低温 冰和事迹 念锁制 法已成 兵器八戒 冻结一切 每天上厕所都是折磨 尤其是这几天还便秘 真的太痛苦了 但是我是不会断更的 求一波推荐票 月票 让孩子有点心理慰藉吧 QAQ 本章完 第179章 秒杀鬼皇 SSS 即通关 作者 孤云半夜 冰和事迹是冰系八戒原本的法术 虽然没有黑兵那么恐怖 但这个法术胜在可控 范围大的同时 控制效果还很好 灵异看到很多上位被冰和卷入其中的厉鬼幽魂 都完全被这个法术冰冻了起来 动弹不得 不过对那鬼皇来说 似乎冰系的非一华八戒 还有些不够看 毕竟他的武器附魔并不算太好 对灵体生物 不只是伤害被削弱了50% 效果机制也同样被削弱了 冰和事迹也只是拖慢了那鬼皇一些速度 总体还是在不断远离的 灵异面对这个情况依旧镇定自若 因为现在除了冰系以外 他并不是没有额外的控制手段了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重力系的控制效果比冰系更加强 瓮 无形的引力领域瞬间扩散开来 将整个鬼巢笼罩其中 灵异右手猛然一压 重力碾压 灰白鬼皇以及他身边十米范围内的一切 瞬间被恐怖的重力压到塌陷变形 咔嚓 灵异也听到了无比清脆的一声骨折声 原本耿着脖子 用无比怨毒目光盯着灵异的鬼皇 脖子被生生压断 骨肉分离 只剩下一头黑发对着灵异 对于重力碾压范围内的所有区域 是均摊平分重力压强的 但那鬼皇除外 因为他就是灵异选择的引力共鸣目标 他所承受的重力碾压 是完整不打折的 就算因为是灵异生物的原因 效果削弱50% 施加在他身上的重力 那也是49.5倍 哎呀呀 脖子被生生压断的痛处 让他哀嚎出声 不过与此同时 他似乎也展现出了 身为黄街生物 及其恐怖的潜力与爆发力 在如此恐怖的重压下 他甚至还能继续缓慢逃走 不过下一刻 他就惊愕地发现 他与灵异的距离 竟然在不断变近 并且随着距离原来越近 他也感觉到自己靠近 那恐怖人类的速度 也越来越快 引力操纵 领域内的重力方向 完全由灵异控制 在确认重力碾压 也无法让他停下来后 灵异索性改变了重力的方向 四面八方的重力 以他为中心 他就是那个引力源 灵异还是第一次 用出这个改变重力方向的技能 新鲜感十足 有些好用啊 万象天隐 你 你不要过来 鬼皇彻底慌了 他甚至已经感受到 那明河散发出来的森然寒气了 吼吼 不是选择逃跑 而是主动靠近 过来了吗 灵异嘴角一勾 说出了某个不当人大反派的明台词 那鬼皇被灵异这一句嘲讽 搞得心态都快崩了 你倒是放我跑啊 然而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 他与灵异之间 横着一条仍在不断扩大的通天明河 噗 一只鬼皇成功入水 下一刻 灵异耳边就传来无数道惊悚之极的尖叫声 哀嚎声 咒骂声 以及声音声 那鬼皇虽然看起来体积娇小 但是触碰到明河之后 瞬间就有数十万 乃至数百万白色的幽魂 从他体内逃逸而出 这些就是他数百年来的积累 而这些逃逸出来的幽魂 顷刻间就被河水淹没 那鬼皇在惨叫几声后 身体也渐渐变得虚幻起来 最后 支离破碎 消失无踪 鬼皇 陨落 明河葬礼 恐怖如斯 看来以后 进入这种灵类副本 一条明河 真能一路乱杀了 轰隆崩 灵异听到了大量建筑物倒塌的声音 随着鬼皇消散 整个鬼巢 以及鬼巢外的一切 都是崩塌消散 这是一片源自那灰白鬼皇的本体鬼域 它消散了 鬼域自然 也无法继续维持了 一切消散后 灵异发现 自己悬浮在高空之中 它能够俯瞰整个封门小区 明河依旧存在 并且在吸收掉鬼皇之后 变得更加宽大 灵异看到了一个个白色的游魂 从各个角落 飘了上来 这些人表情呆滞目然 很明显 已经迷失在这个地方很久了 借着这个机会 他们也想前往彼岸 进行下一个轮回了 灵异在这万千游魂中 看到了两道熟悉的身影 一个是穿着背心的谢顶大叔 他带着释然的表情 飘向天空中的鸣和 谢之胜 生前瘫痪在床 死于严重哮喘 死前最后的心愿是希望 他儿子能在病床上 给他捡一次指甲 灵异的声音 在灵异心底响起 此刻他眼中紫芒闪动 轻声道出了 这人的简略生平 这秃顶大叔 赫然就是此前灵异在门卫 值班时看到的那个 至于另一个熟悉的身影 则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婆婆 吴秀兰 死于心脏病 她常年独居 直到被发现死在家中 她的几个儿子 都未曾回家 后来更是为了她不多的遗产 争吵不断 兄弟戏强 老婆婆似乎感受到了灵异的目光 微微转头看了过来 她脸上的笑容 比起那张遗像 还要灿烂 灵异也对她点了点头 她下一世 会有个幸福的家庭 孝顺的儿女的 灵异闻言 有些惊恶 灵异能搜魂 她不奇怪 但是别人来世的事情 她也知道 是不是有些夸张了 看到灵异的目光 灵异低下头 像是犯错的孩子一样 一番手 露出一枚晶莹剔透的东西 那东西乍一看 像是一根结晶矿石化了的食指 刚刚 那个鬼皇 消散之后 我在河里唠叨的 她 似乎 对我很有用 我就 灵异点点头 没有责怪灵异 她没有过去的记忆 无论是战斗 还是做事 都更倾向于本能行事 所以 灵异不怪她 要是这东西 对她真的有用 那就直接给她就行 灵异此时 也已经是她战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忽然 一道道提示声响起 让灵异甚至来不及查看 那鬼皇到底报了什么好东西 让灵异这么眼热 你已消灭最高难度封门鬼巢鬼皇徐珊珊 副本威胁已全部清除 副本主线任务 通关条件是为圆满达成 恭喜你 通关了降渊副本 白夜惊魂 通关表现 副本完成度评估中 评估完成 下面开始结算降渊副本奖励 副本通关时间 零天零时十九分 四十二秒二十二 副本主线目标 完成度 百分之一百 副本隐藏目标完成度 百分之零 副本通关评价 SSS级 SSS级副本通关评级奖励抽取中 你获得了特殊降渊副本 云顶娱乐城 九层 的入场邀请函 本章完 第180章 先天诈副本胜体 无敌鬼约 作者 孤云半夜 灵异尝出了一口气 这个副本 结束了 前后也就花费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对降渊副本来说 已经是非常惊人的通关记录了 灵异看向灵幽 我能看看那东西吗 放心吧 它还是你的 我不要 灵幽摇了摇头 呆呆道 也只是本能地觉得 它对我有用 但如果你要的话 我给你 说话间 灵幽将那晶莹剔透 普通人小拇指 一截纸截的东西 递了过来 灵异凝神注视 然而很快就浮现出一连串的问号 解析该物品需要 59分59秒 灵异心中一惊 又是一个需要花费时间才能解读的道具 灵异算是发现 全知之眼能够解读的道具规律了 是跟他自己的转值情况和等级有关 一旦注视的目标 高出他等级太多 那么就需要花费时间慢慢解读 等他的等级继续提升之后 很多之前需要读条解读的东西 很可能就会变成秒出信息了 灵异摇了摇头 对这节止骨 失去了兴趣 肯定是个好东西 既然对灵幽有用 那就不想这么多了 给他救世 嗯 灵异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那就是他明明已经通关这个副本了 为什么还没有被传送出去 他本来的目的就是速刷 现在目的达成 灵异一刻都不想停留 刚才就选择了主动离开副本 但是现在 没有任何反应 SSS即通关应该发放的奖励 也迟迟没来 就在灵异心中 涌现不妙的预感 甚至开始思考 是不是自己此刻经历的一切 包括召唤鸣和 斩杀鬼皇 通关副本 都还是一场幻象的时候 整个鬼雾岭 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哗啦啦 明和已经将整个封门鬼巢的冤魂和恶灵 全部进化 但此刻翻滚的明和波涛 还是吞没了整个封门小区 随后 顺着那条来时的悬崖边的公路 一路奔流 灵异 他已经看到结局了 果然 不久之后 灵异就看到 下方整个封门小区的一切 都如同被烈阳照射的鸡血一般 融化消失 随后 远处被白雾遮盖的森林 公园 一切的一切 都在明和中融化消失 副本调整通告 请蓝星全体职业者注意 特殊降渊副本 白夜惊魂 五层 因特殊原因 副本结构被破坏殆尽 即日起 该副本从降渊副本序列中 永久除名 此后所有职业者 将无法再进入 该副本进行攻略 该副本通关记录榜单 会移入历史名人堂 通关该副本的职业者 且创造该副本通关记录的 职业者的名字 将荣登全球副本名人堂 降渊副本榜单 第一 恭喜你 第四次登上全球副本名人堂 你的称号 三冠王 已获得进阶 你获得了新的称号 四冠王 灵异心中无语 这次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谁能想到 吞了无数鬼王 和一只鬼皇的名和葬礼 会脱离他的控制 还顺带着把整个副本又给扬了 感觉自己被诅咒了怎么办 觉醒先天炸副本圣体了 被他刷过的副本 好像目前没几个幸免于难的 嗯 不过这个副本 本来就是东营掌控的 炸掉了之后 蒙受巨大损失的 又不是大夏 这么一想 灵异瞬间就舒服了 嘿嘿 我不仅要白淘你的 降渊副本 通关了之后 我还要过河拆桥 把你整个副本都给你养了 然而 就在灵异觉得副本都炸了 自己怎么也该出去了的时候 他却看到 那悬崖涌上了 如同云层般厚重的白雾 白雾翻涌弥漫 瞬间就让灵异周遭的一切 都被遮蔽 能见度瞬间变成 只有身边一两米的范围 随后 灵异只觉得 天地似乎翻转了过来 原本在他右侧的无边悬崖 不知什么时候 来到了天空之中 那喷涌白雾的深渊 像是一只骇人恶兽 张开一张巨口 一口咬了下来 下一刻 灵异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就跟他进入副本时的感觉 一模一样 再次睁眼 身边的一切 几乎没有太多改变 依旧是漫无边际的 诡异白雾 只不过 似乎身边能够活动的范围和区域 不仅仅是一条悬崖边的公路了 吼 雾中传来一阵阵 幽远怪异的吼叫 也不知是什么生物发出来的 整个环境变得更加不可捉摸 你已进入特殊降渊副本 无敌鬼渊 当前副本层集 LV 灵异目瞪口呆 啊 他真的不仅没有离开白夜惊魂这个副本 反而进了另一个副本 并且 这个副本还挂着两个问号 这岂不是意味着 至少也是十层以上的降渊副本 灵异听说过 某些降渊副本本身就是分层的 某个副本就在另一个副本的囊括之中 两个副本之间 虽然有联系 但是想要通过这个方法 进入另一个副本 基本不可能 有记录一来 这种情况几乎是百万人中 才有一两个出现 自己却碰到了这种百万分之一概率的吉特殊事件 灵异也不好说 自己到底是幸运 还是不幸了 灵异将魂之网歌出窍 挡在灵异身前 主动开始探路 两人行走在雾中 不时听闻远处传来诡异的嘶吼 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灵异也打起了十二万分的精神 只不过这个副本进来了 也没有发布任何任务和提示 他们只能一步一步探索 动 动 大帝在轻微震战 灵异听到了沉闷的脚步声 灵异伸伸出手 示意在此停下 等观察情况 再继续向前 灵异默不作声 只是死死地盯着那脚步声传来的方向 随后 他看到了一根足有十多米粗细的恐怖万族 踏在了两人不远处的地方 那万族上 长满了一个个粗硬的黑色肉流 随着这只巨怪的移动 还在不断颤动 似乎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在悄悄孵化一般 灵异瞳孔一缩 因为只是看到这根巨大的万族 他就确定 这只行走在白雾中的怪物 未隔来到了黄街 不是准黄街那种凑数的杂鱼 而是跟伊克斯 和之前那鬼黄一样 切切实实的黄街 这鬼地方 随便一个游荡的怪物 都到黄街级别了吗 今天状态好一些了 这段剧情 也快到最近报收尾的地方了 因为手机码字 没有查错别字的功能 所以还请各位读者 大大帮忙抓虫 等我出院 一口气改了 最后 求一波推荐票 月票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打赞 订阅